近日發現了很多假的保單 都關我們的車友的事 我們這次找來了 熊朗保險顧問曹小姐 他們的負責人 講解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個案發現呢 我想很多行業 都會有這些騙人的個案 最主要是 一些人客本身貪心貪便宜 或者 貪方便 例如 他幫助我熊朗的 他要填頭保書 他要馬上入數 他發生了交通意外 他要給我們後公子看 我們再報價 在這些正常渠道裏面 我們要求的東西是認真多了 他覺得我們煩 他們就會找一些方便的公司幫他們做 便宜的公司幫他們做 便宜到不是很合理 或者貪便宜過一百幾十 他就找了這些人 其實他們這一部分 都造成了這些人的生存機會 剛才你說過了 填這個投保書 其實投保書是即是說 我買保險 我要寫一些 因為我自己都有的 寫一些我個人資料 有沒有發生過意外 還有有沒有NCB 還有你有沒有扣過分 你的職業做什麼 扣那些分是因什麼事扣的 因為扣得太多分 現縮公司是會加價和加賤禮的 OK 是的 還有投保書上面有個簽名 嗯 就算你叫朋友幫你做完所有的事 簽名不是你 那你想一下 當有事的時候 要賠錢的時候 對簽名怎麼對呢 明白 是的 那很多人客人就不會知道這件事 是一定要自己做 覺得有人幫我做了 我就著手了 我就方便了 嗯 那他們就用這個方法 其實這件事 是對成份保單 不要說假單 就算你買到一張真單 你裏面的資料虛報 到尤其是上來的份單 都是有問題的 那可不可以 你說的 沒有投保書 其實那份保險 都是已經有問題的 有問題的了 那另外 像你所說的 你要上來 見到這間店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要買一份現索 首先你要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這間保險公司 那個代理 或者保險公司 或者你的信任的朋友 或者你信任的車行 都好 你要了解他們 而你又覺得 他們做事是很實在的 又真是你去 譬如說 Sully 我想你幫我做一份現索 你都會給我一張簽名 嗯 如果你是我的朋友 你不會試我的 一定會給我一張簽名 是 如果不用我幫你搞定 那些 我覺得都有問題的 即是等於我去買一張樓 我可不可以不去律師樓簽名 是 不可以的嘛 那你想想一份單 你撞到意外之後 那張單的賠償額是去到一億的 嗯 講到賠償額這麼高的時候 但是大家不需要簽名 不需要的 是不是真的可以賠到呢 那大家 這個是最重要的 我們都說了 接著我現在就想問一個問題 因為現在都有很多讀者 問我們有些個案 因為其實有些個案 公司名 那份保單的公司名 是你們的 洪朗的 嗯 那剛才你都講過了 因為有些客人 那個case就是 那我先講一講 如果你是經洪朗做的保單 譬如你親自來洪朗做的 或者你以前已經洪朗做 現在跟著這幾年是用記 你又有洪朗的收條 那些 那些保單的百分之二百 全部都是真的 不需要擔心 但至於你說你的份單 不是經洪朗做 而你當初運洪朗是一千三百元 而別人是收你一千二百元的那些單 那你就最好親自打去 你拿著那份單的保険公司去核證 也都不要打來洪朗檢查 是不是 公道一點 你打回去燃索公司 打著保單的燃索公司查 我身份證號碼多少 我是不是這樣 甚至乎你把你的保單 傳給那間燃索公司 由那間公司的福利 就最公道的 還有你說這一case 你們都報了警 不過是 是啊 這個case其實發生在應該一年前 我們就有些人客發生了意外 就打電話上昆士蘭保險 就跟昆士蘭說 她買了一份保單 她現在撞到人 昆士蘭就幫她出了 你這張單的agent code 和那個 譬如我們洪朗簽名 這張單是RacingMix出的 不過agent code 不是洪朗的agent code 可能你的單有機會是假的 那燃索公司當然就叫她打給我們 再核實多一次 是不是 我們也再跟她核實多一次 之後呢 我就說 你這張單你沒有在我們買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的電腦系統 有身份證可以查到 車牌查到 日名查到 我用三樣東西都查不到 證明你這張單就真的不是給我 但她的名字也找不到 證明這張單根本就不是跟我們做的 最後她呢 最後她呢 就打回電話去她買那間公司 就是欺騙她那間公司 那間公司就叫她上去拿回錢 蛤?但是那個case那怎樣 然後她呢就說 我現在撞到人 我拿回錢沒用的 這樣 然後這個 年輕人而已 因為當時我們報給她三千八 這間立城呢就收到三千七 嗯 差一百塊 差一百塊而已 所以大家買電腦 不可以欠那小小 好老實說 紅朗租這麼大地方 請這麼多人 是不是 如果只是憑一個電話 一個網上的廣告便宜一百塊 你就去的話 那你可以去分析到那個真實性 嗯 但是他們騙人的公司也都很厲害 她不欠得多 有些就欠很多 有些就欠好少 嗯 她視乎看下你的情況 我等一下如果有時間 可以講多些例子 是 另外就是 如果真的現在買了 有些假寶單 或者是 我不知道是真還是假的寶單 那我可以怎樣做呢 那你憑你自己拿著那張單 直接打去這間 驗疏公司的電話那裡 不要打去代理 就是不要打去買那裡 不要打去買那裡 就直接打這個驗疏公司的電話號碼 譬如你現在拿著這張單 是QBE的 昆士蘭保險的 而保險代理是洪朗 你不要打去洪朗 你直接打去昆士蘭問 嗯 昆士蘭一聽到電話 她的系統一查 是真的假的 就馬上回答你了 是不是 你拿著這張單 就要你打給我洪朗 如果我是有心騙你的 我也繼續騙你的 嗯嗯嗯 那當然我們不會 是 就是不要打去那間 騙她那間公司了 是 直接打去面疏公司 文面疏公司 明白 還有就是 如果你很簡單 你跟那間買 你知道那間叫立城 你有去過電話 你又知道她在哪裏 是不是 你當初你跟誰買 你打去那間公司 現在還沒有人聽電話 就知道了 嗯嗯 因為譬如你拿著這張單 是洪朗的 但你打電話來洪朗 聽電話的 我們現在都接很多電話 我們在電話上 我們都做不到 幫她立刻查的 嗯 所以我們現在都是 你打電話上來 我們給你一個Whatsapp 第一你要Whatsapp你的舊單給我 嗯 你的入數紀錄給我 就是你用什麼途徑付錢的 給到哪個戶口 你Whatsapp給我們 我們看完正常的時間 下午四點後 我本人會親自逐個個案 逐個個案 查完在Whatsapp上回答她 好像今天 8號風球 你都回來了 跟我做訪問 是的 我也要做事 另外就是 剛才說了 第二個問題就是 是不是要 買了一份假保單 那我現在可以怎樣做呢 如果你知道你那份假的 亦都是真的經這間立城做 我覺得你馬上拿著你手上 立城給你的所有文件 去找你信任的保險經紀去做 做過一份新的 做過一份新的 又即日起保 如果有人告訴你 我可以day back 做回之前的 你不要相信 是沒有可能的事 是的 害你的而已 不是 一定是騙你的了 燕疏公司現在電腦這麼先進 怎會可以day back 如果不是沒有人買 那個人發生事先來買 明白明白 然後才說被人騙 是吧 所以買都是由現在開始生效 沒有可能回到之前的了 那剛才你都說了 現在給了一段時間 你就說過 你剛才說過給我聽那個case 買個保單 他不肯填投寶書 啊 那他這樣的 有一個 很 funny 的case 就是客人買了新車 然後呢 我們現在要他填投寶書 嗯 那他呢就說 他填自己有交通意外 嗯 私家車 撞了車被人扣了五分 不小心 那我們就說 你要求你要拿回一張口公子 那他就覺得很麻煩 我要拿回一張口公子 他又要回家找 那他就很隨口說我沒有 我這樣沒有 不好意思了 我真的報不到價給你 那我因為 為什麼我要你的口公子呢 正常你份單 是三千八百元的 你沒有交通意外 沒有什麼情況之下 三千八百元 你是學保 是不是 好了 因為你發生了交通意外 燕疏公司是一定會加價的 嗯 還要是告你不對 是不是 那好了 你不給一張口公子 我們我報不到價給你 那於是乎 就有少少不歡而散 那當然又罵我的同事 又罵我們 只是你做什麼 又或者什麼什麼 各樣那些 給錢你賺 你還要這樣 那很不願意 那我們實在沒辦法 那我們唯有就請走他 那這個案子應該是發生在八月尾的 那他九月一號呢 就經這間立城的保險 買了一份燕疏 那這間保險公司呢 就報給他二千三百元 哇 還便宜過 便宜一半 我三千百 他二千三 即不用加勾頂還要 還要再便宜了 跟著他就說他有交通意外發生 他有交通意外發生 不要緊要 你只要寫在那裡 是怎樣發生的 嗯 你申報了 我們就既往不救了 因為你那輛是私家車 不是電單車 是 那客人聽起來 一定很舒服的 是 遷就他了 又便宜又不用保守公子 還要可以申報 是吧 那於是乎客人呢 就進一步想跟他出單 那他就說 你都不用入數給我 你 你給了些文件 我做完 有齊文件 我給你一張cover look 那於是乎他就拿這張cover look 去運輸處做好過戶手續 那他呢 就入錢給這個人了 兩日後他收到份報單 是靠電話 還是不知email 收到份報單 跟著他就打電話 他看一看 咦 為什麼那張報單那個 簽法人是洪朗的 這樣 那他就覺得自己真的中了招了 是 因為洪朗說沒有意外 都要三千八 現在我份單要二千三 還要份單 現在我收到份單是洪朗的 是 那跟著呢 他就很聰明 他打電話去昆士蘭問 喂 我這份單這樣 跟著昆士蘭就告訴他 你這份單是假的 嗯 在我公司紀錄呢 沒有你的名字 也沒有你現在持有的保單號碼 是 那你應該自己去報警 求助 各樣的 那跟著那個客人呢 就沒有辦法了 瘋瘋地去找我們 喂 我補回公子給你 這樣 於是乎我們 我亦都側面問他 為甚麼你會這樣 那他就把整個過程 告訴我 因為他見到洪朗 所以找回你 見到 那他都知道 沒有得罵 因為為甚麼呢 如果那個騙徒 想冒認任何人一個身份 他不會通知我的 立成絕對不會 喂洪朗 我今天會用你的名字 出十份單 他不會的 就算他用了我的名字 他出十份單 有一百份單 一千份單 最後那個客人的單 一千多元 七千多元 七千多元 因為其實正常都是 如果他發生了交通意外 那也被人告了 基本上 沒有NCB之餘 就要加勞頂 要加勞頂 基本上 都貴五十個百分之一百 有些例子 例如醉酒那些 可能更貴 即是有些人覺得 我醉酒駕駛 我報完給你聽 你都不受的 我不報 那這些客人又是蠢的 到時你的單就有問題 有意外就 沒有現售 等於 是啊 所以我永遠都強調 你們要買保險 一定要正正式式 填一份投保書 是自己親手去填 那些問題自己親自去答 將來不會有任何問題 因為譬如我和你這麼熟 是 我都要填 我們一個星期 三次 但我真的撞了車 你也有機會不知道 是 那你當我填 你好心填了NO 但原來最後我有事的時候 就是因為你好心幫我填了NO 我就不能報仇 明白 所以這些事我覺得 最好都是不要 自己親手做 對 不要讓別人做 自己親手做 還有一個問題 剛才都問過 現在我們很多時候買車 買保險 在車行幫我們做 其實他們都OK的 是不是 其實在法律的途徑上 車行就不可以幫你們做現縮 因為他們不是一個有保險牌的人 除非你檢查清楚這間車行 他自己都有保險牌 但是他幫我們打給你買 那是否OK 如果他幫直接打給我們買 通常我們都會有個follow up 至少你到時你收到份單 我不單止他是不是一定幫我買 或是他幫另一個行家買 那你最緊要你自己知道 那張單是經誰買 如果隨手檢查一下就比較穩陣 現在這個時勢 但是正常來說 如果你信任朋友 你信任那間車行 信任保險代理 那正常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你現在要貪便宜 在網上你不認識他的 是吧 現在我覺得網上還有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 因為你買份現縮 你和我買 我就算聽電話報價 都是 那些客人從來不會主動覺得要付錢的 甚至乎有些 我可不可以拿了份單 到時我才付錢給你 那在我生意的角度上 我覺得不可能的 因為為什麼呢 第一 我不認識你你不認識我 而現在保單的利潤實在太微了 你說一張保單現縮公司收你1200元 我洪朗收你980元 我已經把我220元的 commission 都還給你 我是賺你幾十元 一張保單 我幾十元的保單 我要交租 我要給伙計人工 我要交強積金 是吧 燈油火納 我要做好多張單 我才夠cover 我要請幾多人再去追數呢 是吧 那你想一下 如果是有這麼大隻 甲仔隨街跳的話 你不用 我又比你便宜 又不用你入帳 那騙你的 當然 他不用皮肺的 是 他收完你2300元 他都不用出保單 是吧 甚至乎 送了一張投保書給你簽又如何 是吧 他這間公司騙人 還要很有水平的 你發生意外 要上來填camp form 他都叫你上的 你都照上去office填camp form 是真的 是真的 是 因為全部都是客人告訴我們 嗯 現在爆了 應該他們都會收斂一下吧 暫時 那一雞死一雞鳴 總之最後大家小心點 不要貪便宜 沒有貪便宜 要有個實質的公司的存在 瞭解清楚 瞭解清楚 就算車行幫你買都好 你都要問清楚車行幫你買哪間 保管公司 是 經哪個booker 是 問清楚 OK 問多句沒有蝕底 甚至乎可以你很歡迎 因為其實他們貪方便去車行做 就是 車行會幫他們做過戶啊 手足各樣的事情 他們不用自己去做 嗯 車行都要填投保書 一定要 其實在我們的角色裏面 我覺得車行和他們是一樣的 嗯 因為車行我們又不會特別便宜給他們 嗯 又不會特別有些什麼 是什麼的 所以人客有些什麼 知道的 可以隨時給電話我們 或者什麼 那當然啦 如果你說 你可以直接跟我們對話 直接自己來到的 最好 但 現實社會好像跟我們的規矩 應該有少少脫離的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太方便了 WhatsApp啊 還有我們工作時間 比如我們早九晚五 我們洪浪已經很好的 去到六點半 嗯 但是每個六點半 收工都來不了的 那他去車行 要求車行幫幫忙 我覺得又無可厚非的 是 這個是需要 車行可以收八點 收十點 那他們又可以很舒服 那只要車行明天給了一張單 他會再問他 是要跟紅浪做的 那我可不可以打電話去紅浪啊 是 明白 啊 就要再拍攝一次自己 是啦 如果他填了一張照片 有個電話在 我們多數都會跟電話 跟他說 我們是紅浪的 幫你做一張單 你這樣 是啦 但有時候有些車行 又不喜歡我們這樣做 是 明白 他好像你搶他生意 是啦 那所以呢 車行和朋友們 都應該很明白 現在這個風投可逝 現在的環境 法例的要求 是不是 其實應該是大家 好好合作 好體諒好大方 互相配合 對啦 互相配合他做 那自己小心 好 謝謝曹小姐 謝謝 謝謝